哈囉 大家平安吉祥 我是阿湯哥 湯正威老師 好 今天我們要來講解的就是 農曆11月份的生肖月韻式的下半集 好 那今天要講解的哪幾個生肖呢 就是生肖屬牛 屬兔 屬龍 屬蛇 屬猴 屬雞 屬豬的朋友 好 那我們先來講解一下生肖屬牛的朋友 來 屬牛朋友在農曆的11月份 他呈現是一個六合的韻式 因為屬牛朋友在2023年我相信他經歷了很多的一些關卡跟障礙 有些人可能是健康方面的障礙 有些人是感受到經濟 大環境 公司等等的壓力 家庭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障礙都不同 但是屬牛的朋友特別有感受 所以屬牛朋友在農曆的11月份要怎麼去佈局呢 其實11月份對於屬牛的朋友來講 它是一個轉機的月份 就是說你任何覺得不對的事情 或者你覺得對的事情 就要持續在這個月保持堅守下去 不對的事情 你就要趁這個月趕快斷捨離 因為這個月份對你屬牛的朋友來講 它是一個很好的緣起跟緣滅的月份 就是斷捨離的一個好的時機點 所以屬牛的朋友在這個月當中 一定要讓自己規劃一下 我2024年我的路要該怎麼走 我的計畫該怎麼去呈現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屬牛的朋友來講 這個月也要記得多去廣結善緣 因為有一顆末月星 末月星就是說 當你人生遇到一些困難 或是說不管是哪方面的經濟啊 事業啊等等的 這顆末月星呢 都會在你最需要的時候出來幫助你 就是貴人 所以末月也代表什麼 陌生的貴人 就是說平常你也不要太仰賴 就是你眼睛看到的 這個你覺得是好人的人 有時候我們眼睛看到的好人 也未必是好人 對於屬牛的朋友 這個月應該要怎麼去廣結善緣呢 就是你不要只是死板板的 目標鎖定在某個特定的對象 你應該是要把你身邊的工作夥伴 或者是把你身邊的以前的老朋友 老同學 你都要關懷過一遍 有時候你會發現了我們人呢 要開發貴人 或是開發一個客戶 你想要人賣通錢賣 你身邊的任何一個人 你都必須要去掃過一遍 你都必須要去親力親為的 用真誠的態度去對他們 那你會發現喔 當你這樣的廣結善緣 去主動的去關懷 或幫助別人的時候 其實這些人呢 會在你最需要的時候 再反過來回報你 關心你 這是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屬牛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要多讓自己發願 發願什麼呢 我要改過我的脾氣等等的 這些發願呢 立下心願是很重要的 好那對於屬牛的朋友來講 這個月喔 比較有一點無望之災 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注意健康的問題 例如說你可能今天去外面公共場所 可能你的朋友或誰突然生病了 然後呢 這個病呢 是傳染病 病毒 可能你很有可能 就因為無望之災呢 而被感染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可能出門在外呢 還是要注意自己的 這個健康 還有安全 甚至於呢 你要把自己的抵抗力呢 一定要培養好 那病福這一顆心呢 也會有這種身體的老毛病的復發 所以呢 老毛病的復發呢 一定要特別的小心跟留意喔 所以你要注意自己的 舊有的毛病 但不要拖 一有感覺 就要趕快去治療或看醫生會比較好 這樣理解嗎 然後呢這個月喔 要比較注意的就是 會遇到一些豬隊友 什麼叫豬隊友呢 就是 我剛剛講無望之災嘛 就是說可能你的工作環境當中呢 可能你的同事 欸事情沒有做好 但是呢可能有牽連到你 因為你們可能是一個團隊 你們必須要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 但是呢某一個環節出錯了 那相對的你也不能太輕鬆 也沒辦法輕鬆 那不管是工作職場上也好 或是家人也好 你就會發現好像遇到這種豬隊友的現象很多 就是無端的被牽連 或是無端的會去扛到一些責任喔 那我覺得呢這是共業啦 那我們把共業呢 轉成共成善怨 哈哈哈哈 遇到的就當作就是 對小業障喔 凡事呢只要用一些耐心去度過 我相信你應該關關難過 關關過 加油 哈哈 好來 鼠牛朋友呢這個月可以多穿一些 紅色系的衣服 身上可以帶一些粉水晶啊 或者是紅瑪瑙啊 或帶一條紅繩 或是穿一些紅色系的衣服 對你的運氣呢 都有特別加分的一些效果跟幫助喔 好那特別提醒鼠牛的朋友 那鼠牛的朋友呢這個月呢 可以多去祈求這個要是否 所以 鼠牛的朋友跟火的能量有關的 像曬太陽啊 紅色系的飾品衣服啊 都對你這個月的運氣都有加分的效果 這樣理解嗎 好 那祈求要是否呢 就是希望你的健康 可以更加的平安 強強滾 好 鼠兔的朋友呢 在農曆的11月份當中呢 我覺得喔 算是天之交子跟天之交女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有這一顆天德心來入座呢 代表呢 你會遇到很多逢兄化吉的好運氣 就當然一定會有一些障礙齁 但是這個月的障礙呢 會比較來自於是 你的口舌是非 所以鼠兔的朋友呢 要記得喔 不要快人快語 做事情動作可以快 但是呢 講話千萬不要太快 因為呢 講話太快沒有經過大腦 你就很容易呢 得罪人 那得罪人 可能當下這個人 不給你任何反應 但事後補你一刀 踢你一腳 的事情呢 是很有可能發生的喔 所以鼠兔的朋友呢 這個月喔 一定要記得 嘴巴 廣結善緣 多修口德 多去讚美別人啊 用讚美 比較不容易出錯的方式呢 去廣結善人 對你會比較好 否則呢 有一顆這種捲舌心 就是犯口舌是非的問題 會特別呢 影響鼠兔的朋友的運氣喔 所以這個阿湯哥呢 一定要特別的提醒你 鼠兔的朋友 那鼠兔呢 今年逢到太歲年嘛 太歲的力量呢 還沒有過喔 所以呢 鼠兔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喔 比較會有一些感情的一些變化 打個比方 我剛講口舌是非喔 除了跟你的同事之間 職場之間 但跟你的家人 跟另外一般之間呢 也要特別注意 所以鼠兔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呢 比較會有一些感情的 變化的問題 所以呢 阿湯哥會建議就是說 這個月鼠兔的朋友 交朋友 也是要特別的謹慎跟小心 打個比方 例如說 不對的戀情 不對的桃花 當然你就必須要拒絕 那如果你已經有對象的朋友 你對另外一半 你就必須要有耐心 否則呢 失去耐心呢 很有可能的感情呢 會出現一些裂痕或變化 尤其是已婚的朋友 要特別的留意喔 好 那剛剛講嘛 天德星呢 這一顆星呢 代表就是一個關關難過 關關過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時候你遇到困難 就會有一些貴人 尤其長輩的貴人 因為會疼惜你 會幫助你 或是給你一些機會 會讓你呢 把你遇到的困難跟困境 得到一個轉圜 然後大四化小 小四化五的 這樣的一個好現象 那屬兔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可以多穿一些 藍色系的衣服 或是黑色系的飾品 例如說呢 黑曜石 或者是黑色的琥珀 瘟珀 都可以幫助你呢 化解一些是非障礙的問題 然後呢 可以多祈求這個 觀世音菩薩 觀音菩薩呢 就是千處祈求千處應 聞聲救苦觀世音喔 所以如果屬兔的朋友呢 有一些障礙啊 困難的時候 可以多念這個六四大名手 或者呢 你也可以 多去這個 拜觀音 去觀音廟拜觀音菩薩 這都可以幫你在無形當中呢 逢凶化吉 來屬龍的朋友呢 因為呢 在農曆的十一月份呢 有一顆星要降星 降星這一顆星呢 代表說呢 在事業上呢 會有一些很多新的發展 甚至於呢 會有一些新的機會 那有一些人可能會面臨到 工作上的變動 那我覺得呢 不管你是 變動也好 或者是 有一些 呃 機會來臨也好 很多人會在這個月呢 會想說 我到底需不需要去把握這個機會 好 我先跟大家講喔 怎麼去判斷呢 如果你沒有辦法找到 一個老師去幫你 選擇Yes或No的時候 那我覺得你可以 依照你自己的 狀態去看 來打個比方 除龍朋友 假設你這個月 剛好有像阿棠哥講的 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機會 或是有變動的話 那我覺得呢 我們就順其自然 但是呢 如果有新的機會呢 要不要把握呢 假設這個機會是 脫離你的本業 那我就不建議你去做 那如果呢 是跟你的本業有相關的 那或者是可以去 兼職的 兼差的 那這樣的機會我覺得 不妨可以試試看 但是如果你是 要脫離你的老本行啊 或者說你在這公司已經做了 可能六年以上啊 然後你就突然想要去 轉換跑道啊 那這樣的部分的話 阿棠哥就建議 你要謹慎的去選擇 因為呢 對於鼠龍的朋友來講 這個月 你會比較忙碌 忙碌就是 有很多的機會來臨 可能工作的項目多了 或是承擔的責任變大了 或是別人的工作落在你身上了 我覺得呢 聽起來是有壓力 可是呢我把它截圖是一種機會 為什麼 因為當這些責任跟壓力呢 你努力的去把它給承接下來 然後不要去嫌累 不要嫌麻煩 其實你是在種下好的種子 對你以後的 可能在更上一層樓的 這樣的部分 去鋪下一個路程 所以鼠龍的朋友呢 不要嫌累 那鼠龍的朋友呢 有很多的機會呢 就是 你會發現說有很多的貴人 很多的機緣巧遇等著你 讓你呢 面臨到這些選擇困難的問題喔 所以阿棠哥剛提醒你呢 只要不脫離你的本業 都可以去試試看 那這個月呢 屬龍的朋友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血光之災 就是說呢有一顆星 要白虎星 白虎這顆星呢 入座的時候呢 就要特別注意喔 有些人可能是會要開刀 或是有些人是 開車 騎車 走路 等等的問題 他會有這些血光的狀態 一定要特別留意 所以呢屬龍的朋友呢 阿棠哥建議你這個月呢 可以多去捐血 甚至於呢 要去做一些健康檢查 這些對你都會比較好 花一點錢 來屬龍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喔 阿棠哥提醒你喔 該我開運的話就是捐血 或者是行善布施 或者呢去修個假 去點個光明燈都很好 然後可以多穿一些黃色系的衣服 黃色系有很多 例如說咖啡色啊 也算是跟土有關的 或是奶茶色啊等等的 都是蠻開運的喔 然後你可以身上帶一個蜜辣 或帶琥珀 就是金破都有幫助的喔 對於屬龍的朋友來說喔 也可以去拜土地公 哈哈哈哈 土地公呢 不管你的職場啊 或是生活啊等等的 它都是你最佳的良師益友 可以多拜土地公喔 好加油加油 好 來有沒有生效蜀蛇的朋友 來蜀蛇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當中呢 其實對於蜀蛇的朋友呢 在上個月 農曆死月呢 很多人可能有破財啊 然後呢也有這種 有一些血光啊 交通啊等等的這些問題 然後呢 屬蛇的朋友呢 這兩個月喔 也有蠻多的朋友 屬蛇的 他們呢在這個月呢 都有在買賣交通工具 買車換車喔 其實也是好事一件喔 利用一些 買自己喜歡的車子 動產不動產呢 都算是一種破財 變相的破財 但是呢 最後還是自己在使用 也是蠻開心的喔 所以屬蛇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當中呢 比較有這種買賣 可能是動產不動產啊 這一類的物件 都是 我覺得蠻吉祥的 也是很好的 那屬蛇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喔 我覺得可以抓到方向 可能上個月呢 還在 唉不知道事情的方向如何 或是一件事情呢 選著 有一點覺得自己的心情不好 但屬蛇的朋友呢 不用擔心這個月呢 很多的事情都即將塵埃落定 不管好的壞的都會有答案 都會有結果 所以屬蛇的朋友呢 不要再 有懸念 不要有懷疑 這個月呢 是你一樣 確立目標 確定方向的一個月份 那這個月份呢 在工作上啊 職場上呢 當然也會有新的 氣象 新的機會 甚至於呢 經過了一番磨合 可能跟公司跟長官 一番磨合之後呢 在這個月 甚至跟家人 不一定職場上 有時候跟家人 的一些磨合之後呢 在這個月呢 終於可以得到一些喘口氣的機會 然後呢 終於呢 在這個月 比較會有一些 就是達成共識 溝通成功的一個好的方向 所以對屬蛇的朋友來講 確實上個月比較累 那這個月呢 有感受到一種 終於 有些人的終於呢 是可能誤會被解釋清楚了 終於一個麻煩的人 一個麻煩的事情 離開了 所以 都好事啦 都好事 所以呢 只要你沉住氣都沒問題 那為什麼要沉住氣呢 因為屬蛇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有一顆星 暴敗星 暴敗這一顆星呢 不得了了 代表大起大落 熱極深悲 所以呢如果當你這個月呢 覺得好像有一件事情 可以讓你鬆一口氣了 可能平常太壓力了 太緊繃了 然後這個月呢 突然鬆一口氣的時候呢 人在最放鬆的時候 人就會放空 然後放空的時候呢 好的東西 就會因為你的放空 又消失走了 所以你要記得 得到好處一定要低調 千萬不要呢 太高傲啊 或是說 哇在這個時候呢 就口無遮攔啊 亂講話不行 你還是要有這種 隨時保持警戒的狀態 只是你可以小小的放鬆 否則呢 你太過度放鬆 一切都沒了 一切又回歸歸零喔 很可怕 好 所以呢屬蛇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喔 我覺得都是蠻不錯的喔 有一顆龍德心來入座 龍德心呢代表龍天護佑 代表有形無形呢 都會來幫助你 例如說 你諸佛菩薩啊 特別呢 喜歡你 然後呢 或者是無形的這些龍天護法呢 也會來幫助你 加持你喔 所以對屬蛇的朋友來講 這個月喔 可以說是天助 但是呢要記得自助 天助自助的一個月份 好 那這個月呢 要記得喔 還是會有一些 小小的無望之災 好 例如說你的工作是必須要 靠績效 靠團體的 那你就要特別留意 會有豬隊友的現象 好 你跟屬牛的朋友 如果屬蛇跟屬牛的朋友 湊在一起呢 就特別容易遇到豬隊友 好 所以有豬隊友的話呢 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 怎麼那麼瞎 什麼事情又回到你身上 什麼事情又必須要去處理 是的 這就是考驗你的 能不能沉住氣 有沒有耐心的一個月份 但總而言之 都還不錯啦 好 那屬蛇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可以多穿一些 綠色系的衣服 OK 跟我一樣穿綠色的衣服 或是綠色的飾品 那可以帶一些 這個綠珀 綠色的琥珀 或是綠色的水晶 綠髮晶 綠幽靈等等的 都可以幫助你 然後呢 也可以去多祈求這個 綠度母 綠度母呢 就是觀世音菩薩眼淚的化現 來屬猴的朋友呢 來有一顆 就是三核心 就是三核的一個月份 那這個月呢 其實基本上 你會得到很多的一些 工作上的 一樣轉機 然後工作上的一些機會 甚至於財運上的一些進展 所以呢屬猴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應該要好好的規劃自己的人生 跟明年的路程 然後呢 屬猴的朋友呢 這個月一定要多努力的去賺錢 多賺錢 就是說呢 這個月呢 有財心來入座 所以呢 你要把握一些賺錢的運氣 不要偷懶啊 然後也不要把這樣的好運呢 就白白的讓它送走了 所以屬猴的朋友呢 這個月 要記得多加把勁呢 去拼你的業績 然後呢 讓你的工作呢 表現進展的更多 然後甚至於呢 你可以去努力的斜槓人生 或兼差兼職 這個都可以讓你的工作呢 有更多進一步的機會 還有賺錢 然後這個月要特別注意就是 有無鬼心 無鬼這顆心呢 就是有少人的意思啊 就是你不要耳根子太軟 只聽好話 不聽別人給你的一些批評跟建議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屬猴的朋友呢 有時候個性呢會比較硬 或是堅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太過堅持呢 你就會失去柔軟的心 或者是呢 失去很多 真正對你有幫助的一些話 或對你有幫助的一些人 有時候事情太過絕對呢 對你的處理事情 都會有一個很嚴重的瑕疵喔 所以屬猴的朋友一定要記得 這個月呢 不可以耳根軟 一定要多聽大家的意見 當然很多人都跟你講說 哎呀這個東西不好 會被騙的時候 你就不要覺得它是好的 你要有警覺心 不要覺得啊 那一切都是往好的地方走 那你去亂投資 去亂做 那你就會損財 勞民傷財就不好了 所以屬猴的朋友呢 這個月要特別注意 無鬼心犯小人 然後呢 還要特別注意什麼 官服 官服就是有官司 還有一些簽約啊 甚至於一些買賣啊 你都要特別注意一些細節 有時候可能跟你想像的 會有落差 或是你急著做決定 結果呢 急著就決定出來的成果 跟看到的東西 會讓你大失所望 所以屬猴的朋友呢 這個月其實都還不錯 但是就不可以 可能急著買 不急著賣 都是要看清楚 做決定 否則呢 你就會覺得好像 跟現實啊 會有一些落空 會讓你呢 比較失望 這樣講比較快 所以記得這個月呢 犯小人的問題呢 會比較多一點點喔 來屬猴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可以多穿一些 金色銀色穿金帶銀的一些衣服或飾品 例如說白色的衣服啊 銀色金色系的啊 都可以喔 然後帶一些金屬的飾品在身上 或帶金破 或是有這種 bling bling的東西都很好 然後呢 這個月呢 可以多祈求這個關公 關公的話呢 可以祈求這個拿刀的關公 代表呢 過關斬將 讓你呢 化解小人的問題 這樣理解嗎 好 有沒有屬雞的朋友 來屬雞的朋友呢 這一個月呢 有一顆星要天喜新來入座 所以如果你之前 假設已婚的朋友 很想要 有些人想要生小孩 那這個月呢 可以多努力的去布局一下 會心想事成 那屬雞的朋友呢 有一部分的朋友 就是除了這個生小孩啊 結婚啊 或者是加油喜事 我覺得都是好事情 對於天喜新來入座呢 人生逢到一點喜事 都是很重要的 那有些人可能是 或者是入新居啊 或是工作上 帶給你一些很歡喜的事情啊 我覺得對屬雞的朋友呢 不管是在感情職場 家庭方面呢 都在這個月呢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喜訊 那如果真的自己 都沒有這樣的喜事發生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去多參加 別人的喜事 我們講一喜擋三災 我們去沾別人的喜氣呢 也如同自己呢 得到這樣的喜氣喔 所以對屬雞的 不管男生女生呢 都特別可以往這方面 去好好的布局 讓自己開心一下 那這一個月呢 有一顆星叫太陰星 太陰星這顆星呢 是利女不利男 所以男生屬雞的朋友呢 會稍微辛苦一點 可能會陷入到一些人際啊 或者是一些感情啊 等等的糾紛 甚至於呢困難當中喔 所以要記得把自己的磁場 調整好 不要呢 來者不拒 節身至愛 一定要節身至愛 才會讓你呢 在這個月喔 度過一個好的 人和人際關係當中 那女生呢 這個月很不錯喔 就是可以心想事成啊 因為基本上呢 不管剛剛講的喔 事業方面 感情方面 甚至於呢就是 家庭方面呢 都會讓你有一些 新的發展的機會 所以屬雞的女性朋友呢 這個月都還算很OK 但是呢要特別注意呢 不管男生或女生就是 不要去管別人的閒事 就是說 你不要去插手別人的這些 尤其是家裡人的問題 這是感情的問題 好很多人都會 公親變氏族 所以有一部分屬雞的朋友呢 會有這樣的一個感受 所以 或許你有一點正義感 或許你看不慣 但是我覺得呢 我們要有智慧的方式去處理 來屬雞的朋友呢 這個月喔 可以多 穿一些黃色系的衣服 然後可以用一些咖啡色啊 奶茶色啊 等等的 然後呢 一樣可以多拜土地公 然後穿戴一些蜜辣 黃水晶 等等的飾品 都可以讓你增添好運喔 好 有沒有生肖屬豬的朋友 屬豬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特別恭喜你 有一顆太陽星 那太陽這顆星呢 就是相反的 它是利男不利女 所以屬豬的朋友呢 這個月呢 男生有這種大放逸彩 工作呢 很忙碌 但是呢 會得到一些成就感 但是呢 不管男生女生呢 這個月都要記得以名代曆 做好口碑 不管家庭也好 為人處事也好 或工作職場上也好 就是做好你的口碑 打好基礎 人家才會口耳相傳 有時候呢 做生意 賺不賺錢是一回事 但是呢 我覺得可能口碑 誠信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對於屬豬的朋友來講呢 這個月是以名代曆的一個月份喔 所以要記得 多廣結善緣 很重要 好不好 然後呢這個月喔 比較多的這種 事情 雖然會忙碌 然後或許有點落空 或者是有點白忙一場 但是我覺得呢 這些都是累積經驗 所謂的白忙一場呢 不代表說 他在這個處理這件事情當中 沒有看到成果 就是白忙 而是說 當你在付出的時候 經驗也不斷的累積 所以這個月呢 對於屬豬的朋友呢 一定要不斷的耕耘 一分耕耘 才會有一分收穫 甚至於有時候會有兩分耕耘 才會有一分收穫 但是總而言之 有點勞碌 但我覺得勞碌的是值得的 所以對屬豬的朋友來說呢 這一個月因為有太陽星 只要你打好口碑 建立基礎 然後做好誠信 我相信你之後賺錢的機會 猶如好不好 猶如什麼 黃河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源源不絕 好 所以呢這個屬豬的朋友 就是要特別的 注意自己的 這樣的一個生狗藝的行為 所以把自己的這種 情緒管理啊 多一點耐心啊 做好的話 我相信你呢 這個月依然還是可以平安喜樂 還是可以朝著你想要的目標 繼續的往前進 所以呢 這個月對屬豬的朋友來講 是正財居多 偏財就免想 不用想了 來 屬豬的朋友呢 這個月 可以多穿一些 一樣穿金帶銀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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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飾品 然後呢 白水晶 晶魄 都是有加分的效果 然後這個月呢 可以多祈求黃財神 因為很多屬豬的朋友呢 真的 在這個月都很想要衝刺 有沒有 其實都看不到機會 但是呢 我剛講一分耕耘 可能一分收穫 甚至兩分耕耘 一分收穫 所以屬豬的朋友呢 這個月可以多祈求財神 好希望財神呢 祝你一臂之力 好讓你呢 可以衝衝衝 好不好 往這個光明的道路 往前衝